要複製的話,就是記得第一個先登錄你的帳號 因為這是我自己的帳號,所以登錄的話會有一個你的名稱 就會多一個叫在雲端硬碟中開啟 那把它按下去之後 就會幫你把它開起來了,那因為我自己是我自己的雲端硬碟,所以我開起來的畫面跟你們有點不太一樣 我會放在我的雲端硬碟的某一個資料夾裡面 那因為我這邊裡面放太多東西了 OK,那其實基本上,我要秀給各位看一下 就是說這裡面我已經放了 有 我的總容量有46,我放了34了,已經放這麼多了 那我其實是有付錢的,20GB 那就是會有這麼多空間,實際上 就是除了我付費的之外,他還有,因為我 比各位,比大家早一點用,所以會有獎勵 另外的話,使用者付費 付費的使用者他有個紅利 我不知道他是怎麼出來的 也就是說 他的觀念應該是你越早用的 越 給的越多 另外的話,就是說 如果你付費使用 然後這個紅利是怎麼來的,我其實我也搞不清楚 不是很重要 反正 你會發現我剛剛講 在沒有 資金 沒有人力沒有時間的時候 所以你 那時候會用很多大量Google 的原因就是在這裡 因為Google的東西 第一個,他幾乎不用錢 那如果要付費的話,費用也非常低 那你會把20GB,我那時候買的時候呢 才花一年5塊錢美金 5塊錢美金才 大概只有台幣才 150而已 一年150 100